我來我們 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也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 另外也可以在Facebook給我們一個 LIKE 在Facebook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T los 看到這個封面 看到裡面內容 這個行拍畫面 大家都知道我們又再回到中山市中心位置 華發廣場 這次的回訪也很大機會是最後一次 因為現時整個項目只剩下20多套的單位 當然仍然是之前的特價 即是說是最划算買的一批貨 這個盤在過去兩三個月內 都有就價錢進行調整 到最近的這次減價 去到一萬一千多元最便宜的貨物就可以買到 當然你就不要預期一萬一千多都買到景觀非常漂亮的單位 如果是需要有漂亮景觀、開洋景觀的 那單價肯定是會上高一點的價錢 北徑地段來說 這個項目在中山來說都不能輸 如果對比起之前已經賣光的奇崗一號 其實它正正在旁邊 當然奇崗一號的位置會再漂亮一點 因為它是望回奇崗一線的景觀 就在鄭河的旁邊而已 不過大家也要注意奇崗一號始終是公寓 而這個華法廣場始終是商場上蓋的住宅 所以如果讓我選擇 我肯定是先選住宅的 再加上現時華法廣場的價錢 如果對比起之前奇崗一號的價錢 也都是刪掉一折 是便宜不少的 我還記得這個項目之前 第一次將價錢調整到14000左右的時候 都有人說等11000、12000的時候才考慮 那去到價錢真的11000的時候 又有人留言說去到穿了10,000才考慮 我相信真的有機會穿10,000也好 它都是說七八千這樣的說法 反正我相信部分的觀眾們 看這些國內樓的影片 其實未必是對國內樓差人會有興趣 反而是經常想在一些減價或批價的情況下 踩多一腳 或者你說多少錢 我就給你的預期價 或者現時現實的價錢 再低兩千元 純粹一種意見的表達 今後也不需要就著這個項目 有這方面的一個解說 除非你覺得二手帝 放出來會更便宜 否則這個盤 基本都去到一個清貨的狀態 當然就算真的有二手的話 也不會這麼快就會有人放出來 因為收了樓之後 其實都要等有房產證 而有了房產證之後 很多人都未必會在頭一兩年 就會急著放 除非是非常等錢用 大部分人都是過了免營業稅的時間之後 才會放售 因為可以給少一個稅 無謂給政府賺多一筆稅金 這次最新的項目 剩下的產品的情況 就會由Jerby去講解 他亦都用了航拍畫面 自己製作了講解的內容 以下大家可以聽聽 他告訴大家 現時剩下的貨到底什麼情況 我會說 話發講 還有四棟高層住宅 還有底座的商場 加上負三層的地下車位組成 住宅是由八樓開始計起的 看看目前的情況 四棟 四棟總層那三十四層 三梯六壺設計 其中010、20、30、40、5 就已經賣光了 四棟目前剩下的壺形 主要是零六壺形居多 零六壺形 112平方 兩房兩廳兩圍設計 可以改成三房亦都可以改成四房 右層方面還有31、32、33和34樓 再看看二三棟 二三棟對著鏡頭這邊 是屬於藍向 總層高42層 三梯五貨設計 還有壺形選擇就是05壺形 二座05和三座05就相反 好像鏡像一樣 都是110平方 稍微欣賞一套二座3705的客廳景觀 遠望山景 斜望到有些少奇崗河河景 而且37座高度可以望穿對面的樓盤 視野彩光方面相對比較OK 這就是二三座 再來看一座 一座總層高是36層 三梯六貨設計 在四座的布局建築中 一座的光景相對比較漂亮 所以整體一座的單價相對比二三四座 也稍微高一點 我們換回另一個角度 看看一座的貨量 一座目前來說 還有一個單位是03模型 112平方 三房兩廳兩位的設計 帶有日布花園 樓層方面 中高低還有些少樓層 我們看看一個 一座3103單位的視野景觀 看出去可以看到石棋公園和棋崗的視野景觀 視野方面就比較西偏北 這就是一座目前的情況 以上就是大致上畫法廣場剩下的貨量 大概還有二十多套單位左右 接下來我們就由Jerry 帶我們用第一身的視角 去看看一套在售中 是可以上到實體樓的護形 然後我們再給大家看回之前我們拍攝的 帥仔 有裝修的示範單位模樣 以及上多去一套高層的 看毛坯的狀況 華法廣場一座3103 112平方 入門位 入庫花園為止 可以改做飯廳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房間 這間房間就不寫入去圖織裏面 屬於全像送面積 也有一個窗口 旁邊是小的生活樣台 客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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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客廳可以看到旁邊的旗江河 河景和石旗公園 加上石旗的城市景觀 旁邊是廳房間 廳房間 也不是實力場 可以撥穿做Open Kitchen 也可以 沿著走廊 右手邊是衛生間位 然後是房間 房間和陽台同一個朝向 都可以看到石旗公園和旗江河的景觀 再一間房間 亦都是同樣的景觀 這個壺形 它三間房間和客廳都是同一個朝向 最後 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是大陶瓷 陶瓷空間 主人房是有小窗加上一個大窗 做了一個南北對流 亦都是望著旗江的景觀 整個主人房 放大衣櫃和兩個床頭櫃 加大床 還有很闊魚的位置 好 我們現時是在二座 是的 九樓 是的 OK 這裡有一隻是兩房兩廳 一個衛生間 81平方的壺形 之前我們就這個 示範單位 是 上一次就沒有拍到 今次的話 因為這個壺形的朝向 也有做回優惠的價錢 所以我們再進入回來 OK 下一次給大家看 好的 OK 好 因為我們是無批交樓 有些裏面的裝箱是謹作參考 其實這裡的門是有沒有 這個門是全部都是交標 全部都是交標 是的 上次我們都可以看到 這個門是德曼的 現在的防火門 中間全部都是防火除施 是 這個門鎖就是 貨洛巴的四合一的指令門鎖 指紋 還有密碼 還有錄卡 還有鎖匙 是可以的 OK 好 我們交標到此為止 OK 是的 進來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盒廳 它應該不同於我們傳統的八十多方的兩方 廳會顯得空間比較寬 還有這邊的彩光度 現在我們才是在九樓 但你現在看到太陽都已經鎖到這個廳 向南向 沒錯 南向的好處就是通風和彩光度 這個是絕對沒問題的 是的 我其實看到這隻壺形的很大一個特點就是 它是房間在兩邊 是的 這個有一個好處 是 絲物性 有得保護膜 OK 戶不光源 是的 我們先看完廳 是 再欣賞一下廚房 再看我們的房間 OK 一步一步來 我們先看看我們的廚房位 是 OK 那这些墙是到这个位置 还是你们做了一个板 不就是到这个位置 就是到这个位置 然后它的厨房一字形的一个设计 然后你可以看到 虽然厨房的空间不算特别大 但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话 基本上够用的了 甚至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做到一个冰箱的 有些朋友都担心冰箱没有地方放 这个不用担心 就是这里是有个凹位 对 到时我们会设计这边做一个冰箱的一个位置 OK 挺英俊的 然后它外面还有我们的图纸上面 你见不到的 我们额外传送的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传送的一个路牌 这个不算面积的 另外的话 它收留的时候这幅墙的高度 是到我四笔这个位置的 上面这一块的画是没有的 就是说它这边的画材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阳台 嗯嗯 在这个位置你顺便去晒衣 下面放洗机干击机 就是这个画这个位置突然是玻璃 不是玻璃 是全开放式的 没错 这边呢 不过它要主修的时候 它这边可以去后面 和那边申请要不要加装玻璃 OK OK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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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看看重点 就是它那些房间的空间 OK OK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镜头的右手边这间 这间是主人房 主人房 它主人房这里我可以见到 这个位置是什么来的 是不是有点好奇 它这位置就是我们 不是我以为是新间来的 不是不是不是它这里是它主人房设计做出来的一个衣帽 没有间 是的 没错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帮我那些衣服来说 到旧房就特别是女人 除了自己的女人的衣服特别多 是的 中间还有一个梳妆台的 将来它这个位置是 我想问是完完全全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还是这里都是长的 长的话它其实它是到中间这个位置的 到时的话它是需要将它的功能复制之后 可以参考我们的晚房这个格局的一个设计 是重修的 明白明白 然后你现在看到主人房 它前面这个位置还有一个 全身送的一个飘腿 是 你可以见到 它的阔度来说大概是有50公分左右 OK 看这里 对 没错 和它头上这条羊的位置 这个位置都是传送 而且全部都是去设计的 这么拨了它就确实是 对 没错 整间房间阔很多 现在你看到这个阳光是否很猛 是的 我站在那里都觉得很热 我也觉得有点热 是的 没错 加上这边的玻璃 全体都是用双层中空的 隔音玻璃来的 你可以见到 它这些玻璃有一个特点 除了隔音性好之外 就是它的一个防水和它的抗风 抗风 是 没错 抗风性比较高一点 因为有些朋友担心 如果说广东这边下跪来说 打颓风比较多 如果风力大的时候 怕那些玻璃踩得不住它 OK 是的 这就不用担心 好 而且关了玻璃之后 很安静 是不是很安静 我们叫做什么 图书馆级别的一个正恩后果 是的 继续静 是 好 看完这间 还有这边吧 是 这边就是另外一间客房 哦 维生间位 是这里 没错 这间我们可以见到 整体的空间来说 算是比较阔落的 左边我们可以设计了一个 公室回来的洗洋房 中间就是一个洗手盆 这边就是一个马桶的放置位置 OK 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里面的话 活动空间也不会觉得很速 这个很阔落 是 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客房 客房这边都是向南的 而且这边的飘腿坏 它全部都是拆了出去 是 这边都是可以用到 而且你可以见到 光线和景观和我们另外一间房 和客厅全部一致 OK 这边你现在细细地去梦岛了 对面你现在可以见到 这个位置就是五桂山 可以见到吗 五桂山现在我们流层 那一片山脈也是五桂山 是啊 五桂山是整个中生最大的一个山脈 是 龙脈 是 因为我们所住的楼层 是在九楼 是 你流层去到三十楼以上 基本上 第一个 视野是比较虚阔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山景来说 可能会看得更加全面一点 不是为这只角落仔 OK 那好 三个 因为这个市位 我们也是两房的实际秀务拍到 其实好像我们现时所在的 这一只湖形 这个朝向 有没有做一些比较性价比高的单位 可以让我们实体去看一看呢 OK 没问题 我记得要30楼以上 30楼以上 有几套正在做活动价 OK 好 我们直接上30楼去看一看实际的楼层 嗯 OK 好 我们上到了和刚才的楼下 两房81个 一模一样的尺寸 是 和朝向都一样 现在我们上到38楼 是38楼 门现在是实体楼 那麽膠标也是这个 没错 可能大家进到镜头里 我第一眼来到 我都很恶然 是 为什麽呢 哪一圆 因为身高不同的 你听我说 因为我们楼下的原本 示范单位 它是有改动的 是 因为我们这边 所有形的特点是什么 它是绝蜴场很少 它的改动性非常高 OK 譬如说 我们下面的示范单位 它是怎样改 它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进门 到这个位置 是 这个位置 它是继续一半面积的 嗯 然后它就是 将它的蜴场 直接成幅 设计了之后 它是由这个位置 踏入蜴场 在这个位置 是 然后进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做一个 蟹柜 是 圆柜位 然后主人房的门 我们就 直接将它中间 你去见到这蜴场 和这蜴场 设计了之后 主人房的门 将它在这个位置 进来 然后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蜴场 拆掉之后 这里就是我们 樊板 看到的 饭厅 这个位置 没错 然后加上它这个客厅 一起 一体式的 它看到 一定要将它这蜴场 拆掉才可以 反正 如果我将整蜴场 这蜴场 拆掉之后 其实我就明白很多了 是的 没错 很明白 然后厨房 它这里 我们的饭房 怎么改法呢 它是这样的 它在这个位置 我们是做了 拆了蜴场 然后这个位置 做了甲板 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冰箱的位置 是 然后我们进门 就将它这蜴场 拆掉之后 改成这个位置 进门的 这个位置 然后进门之后 它这个厨房 跟我们下面一样 都是这个位置 而且它刚才说到 它送的这个路途 就是它外面的位置 它这边 刚才说到 就是它麦克的实际度的位置 上面有个空 就是这样的交标 OK 是的 这边都是向南的 你可以看到 吹光和通风都有 都非常OK的 OK 嗯 嗯 嗯 好 好 OK 其实 这里就没有大变动 这里就没有变动了 对 就是刚才我们就将这个 在这个位置 是 就是这里这样封起来 这里就变成雪柜位 是的 没错 门的话就变成这里 是 其实从刚才下面就一样了 其他就 卫生间 和这间 没错 然后呢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去到三十八楼看呢 最少都是因为景观问题 刚才我和朋友说过 你楼层高一点 看不出来的景观 它完全不同 山景 是的 而且整个 你去见到 对面这些楼盆 和其他建筑物 全部都带于我们这个区域 是的 所以你楼层层高一点 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一览无遇的 这个应该享受的 这个中间应该比较少有的 天头可以看到山景 夜晚可以看到这边的城市 对 没错 所以这个呢 就是高层的 和低层的 这个就是刚才 可以楼层的 对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 这个楼层楼层层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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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的 刚才还没改动之前的房间是在那里进入 刚才有没有不同的地方进入?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用示范单位是这样的 这里是一幅墙 然后门是在这个位置进入 只不过这幅墙是不用全部设计的 设计了这一小块地方 这个位置做我们房间的门就可以了 其实我相信我也有点暈 更加不要说镜头前的观众朋友 可能也有点暈 不好意思刚才我们转来转去很多改动的地方 那不要紧 如果对这个回形不太了解 可以详细地咨询回我们自家兄弟这一边 对它改动这一边 OK 我们再想请教一下 好像这个单位这样高层现时的总额马带是多少寸 大约的话去到13000多度 差不多 即是单价 我计算它是13500多度 我们先计算一下 13500多度 是 81即是总额价大概是109万左右 差不多 可能就8100万左右 左右就有交易 是 OK OK 好 那我们就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再看一看 多数体楼上去的 还有一个99方的 都是两栏 都是两栏 都是对着这个南边这边的 OK 都是两栏 那边就是三核两位 好好好 那些就比这间 稍微大一点 差不多是20个方左右 好的好的 OK 看完这示范单位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平台 和这个 架空座的园林位置 欣赏一下现时最新的状况到底是怎样 同时间我在这里也有少少说话想说的 我见有部分人士对于国内楼近半年左右 价格有所调整等等的情况 是相当之兴奋的 兴奋是正常 如果你是有心想买这一道的物业 那当然是等最便宜的价钱 最吸引的优惠才买 很合理的事 但是也有些人 但是我见有些人 不知道是不是本身都很不认同国内 或者会不认同国内的经济是可以这么强的 所以他们会认为 金钻跌下来之后 是不会再升的 哪怕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想过国内置业 但是就将国内的整体楼市 和经济看得非常悲 金钻是一个大逆转 跌下来 永远都不会再升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们看回全球各地 是不是真的有说跌下来一定不升上来的市场呢 我们看回香港楼 近这十多年 虽然整体都是一个上升轨道 但是是不是一下跌 就不值得买呢 我们见到的现象由于香港 是刚性需求比较大的 每逢下跌 其实都很多人关注着 或者跌些少都有人买 因为自用的需求大 当然国内来说 除了大城市 很多一些可能二三战城市 的刚需是没那么大 但是仍然有人想买一些度假屋 还有我也是那句买得的都是闲钱居多的了 你说呢 捷衣缩食 优柴优米 省了一块钱出来 几十万一百万又好去买呢 我们真是很少见 也都不建议呢 在这么紧缺的情况之下 去购买国内物业 因为应该是要买得轻松才考虑 当然买得轻松 都可以买得精明的 就是在最划算的时候去购买 所以如果你本身认为 目前这个价钱是划算买的 对你来说也不吃力的 而你本身有真心想买国内楼 可能有任何不同的用途也好 我觉得你就留意着 等一个合自己的价钱的时候 就出手去购买 一味看淡一味叫你不要买 或者叫你怎样小心 是不是一定是正确的观点呢 这件事就很难说 我自己留意到 由零几年开始 香港有某些媒体 已经一路说到香港的楼市 相当之堪忧 加上可能他们会列出 多项香港经济不明朗的因素 就建议那些人 不要在香港购买物业 但是如果有些人本身是有上车的需求 而又真的信了这些媒体没去买 我觉得最终损失的都是那些 有刚性需求的买家 甚至乎更加夸张的就是 以为真的会有下跌的情况 卖了截住楼 然后等了很多年都上不回车的家庭 也都的确是存在的 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不让观众看淡 千万不要误会我意思 我只是说如果本身有部分的观众 是想在国内置业 不一定这个楼盘 可能是其他地区其他的楼盘 那你就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是要忠于自己的看法 以及你自己的能力 因为物业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买来自己用 就算你所谓那个自用的用途 不是真的自己住的 你是想租给人 又或者买给人住也好 这一件事始终是你自己的决定 所以最重要的都是自己觉得 那个价钱和整体的物业的质素 地段等等是适合你自己所需 即使你真是作为一个投资的想法 那样东西都要适合你 而不是要适合别人的 别人本身不喜欢这个城市 不喜欢这个区位的 他可以有100个理由不购买这个物业的 但是这一样东西 别人不喜欢的原因 又是否等于你不喜欢的原因呢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方面都会有主观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正如我们经常都说 有些人喜欢中山 有些人喜欢珠海 有些人就偏偏喜欢惠州 临心的那一别 当有人认为中山珠海的城市整体人口不够高等等 我们都会很直白地说 如果你是想着纯粹一个投资要人口多的一个想法 当然考虑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但是这样并不代表 其他的城市是没有人购买 又或者是没有人忠诚于其他二三线的城市 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 会由Jerry向大家介绍这个项目 街铺和平台设施的部分 Jerry 这次在我身后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没错 身后这个就是中山的华华广场的华华商都 我们又回到这一边 这次回访过来有多多少少不一样的 跟大家具体看一些单位推荐等等各方面的东西 首先假讨回来售一样东西 就是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属于上面属于一个房子一个商场 我現時就在商場門前的這個位置 到時候我們上邊可以見到 那邊鏡頭左手邊是二座和三座 然後到時的正門口是在哪裏 我深喉藍色這個大牌 相信大家都見到 這個將來是三座正門口 那邊那裏是一個二座正門口 它一樣掛了一個藍色大牌 我們將來就可以由這個位置 入到裡面的電梯間 回到我們家 如果買了三座業主 我們就去其中三座的電梯間的位置 看看由電梯間上到去是怎樣的環境 通過這個門 就剛才我們照到三座樓下 在商場旁邊的大門口 入到來之後 這個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們將來三座一個大堂位 我們其實見到它已經整好了 外面面裝修這些 我身後這個位置 就是介紹我們一些 業主單位的信箱位 可以通過我們一個取款碼 在上面打開到這個信箱 拿到我們想要 即是如果有信寄過來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裏拿 OK 我們走回到這個位置 其實這裏也還有一個人面識別的系統 可以進去看看 這個三座的大堂 現在在地面一層這裏 進入到來電梯間的這個位置 旁邊這裏就是我們平時的消防通道門 這裏就有三梯一個布置 我們現在就進來電梯 好 電梯的空間 其實雙都還算OK 我們其實用了一個 三菱品牌的一個電梯 都是國內非常知名的一個牌子 其實我們看到電梯上去 在下面是有B1B2 是直接的電梯 都可以進去地下車層的這個位置 好 我們現在上去七樓 我們的空中花園 即是去銷售中心那裏 OK 好 出來了 現在就在七樓這裏 就是空中花園的三座所在的電梯位置 其實在空中花園 亦都是有這個門 亦都是有這個門 即是將來我們上去的空中花園 都可以通過刷卡 或者輸入文化呼吸 這裏都有一個人面識別的系統 人面識別系統 通過剛才的位置 現在可以上去我們自己的住宅單位上 OK 好 那我們現在 去到112個方 零六這個方 當然它可能的視野景觀面 就會差一點 因為這個零五度 可能就會有少少遮擋 這個零五這個位置 可能會擋了少少 這裏也是兩個 我可以說是兩個縫位中間 OK 這個零六戶型 如果考慮到比較大單位的朋友 當然亦都想要一個開放式陽台 其實這個單位亦都可以做一個深水之旋 好了 這一個可能大致上做了一個簡單的介紹 可能講得不算很清晰 當然想要進一步資料的朋友 其實可以聯絡我們的專員這一頭 如果有想進一步了解 就是剛才這樣 就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又不清晰的多多包含 好了來到最後 如果你是對現時剩下這二十幾套的單位 是感興趣的 歡迎聯絡我們 拿些資料研究一下 看一下現時在售的產品 特價的產品最便宜有12000多元 而且也有車位使用權給你 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事業的道路上 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戶型的優缺點 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 及貼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如果任何的查詢都歡迎你 可以電話先聯絡我們 我們承諾一定會盡快提供 各下所需的資料 及解答你的移民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 以至是投資物業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 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